猫毛过敏到底能不能养得纹猫 对猫毛过敏的产史观 一定很羡慕许多人能这样跟主子之间的机密互动 其实人们常说的猫毛过敏 指的就是对猫的唾液 皮屑 体毛或尿液过敏 其中对猫过敏又比对狗常见一倍 大多数人对猫过敏是因为肥歴 一种猫皮肤上的蛋白质 也有其他的过敏原存在猫毛和猫唾液中 肥歴这种蛋白质大有粘性 因此很容易付出在衣服或皮肤上 所以和钓毛程度没有必然关系 所有猫的毛发和皮线都会引起过敏症状 甚至无毛猫也不能保证不过敏 但是德文猫属于低敏品种 和东短 西伯利亚等品种的猫一样 都不容易引起过敏 只是不同的猫分泌的过敏数量并不一样 即使同一只猫 不同时间分泌过敏源的量也不同 一般母猫比公猫低敏 小猫比大猫更低敏 浅色猫比深色猫更低敏 绝育后比绝育前更低敏 总之德文猫这品种 对过敏轻微的蝉屎官 还是比较友善的哦 如果不确定自己是轻微 还是严重的蝉屎官 可以来我们宠爱德文猫舍感受一下哦 如果过敏非常严重的蝉屎官 就还是不建议了哦